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偏西四十公里处 因为它的形状长得就像元宝一样 而将它取名为珍宝岛 南北长两千米 东西宽不百米 珍宝岛虽然不大 可是岛上多姿多彩 景色如画 引人如醉 在清朝时期 中国和沙俄迁的中俄北京条约 把外三省割让给俄国 乌苏里将称称为戒河 在整个二十世纪 关于珍宝岛的归属 一直都没有定论 因为珍宝岛位于戒河之上 中国和俄国苏联 都说各自拥有该岛主权 公说公有理 婆书婆有理 后来中国国内先后历经多次内战和抗日战争 没有时间管珍宝岛 然后就被苏联占领了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 发生了中东陆事后 国民政府收回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铁 木特权 因此 东苏的军事上冲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 七八月风暴行动之后 1947年开始 苏联红军在九珍宝岛巡逻 并宣誓此岛属苏联 不准中国军队前往此岛 新中国成立曾多次与苏联举行边界会谈 但都未许得成果 展开全文从中苏决裂之后 从1967年到1969年初 方方在该岛上的巡逻队流血冲突不断 1969年3月2日 苏方派出大批武装军人 分成四辆装甲车 汽车 从夏米海洛夫塔 和库列比亚特一类 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 开枪开炮 齐鸡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 打死的伤我战士多名 我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 后来双方都声称是对方蓄意挑衅 先开火 后来中国打退了对方的进攻 战斗之后 中国就控制全岛 1990年珍宝岛归属问题得以解决 对于珍宝岛的主权 无庸置疑是中国的 不管是从地理上看 或是从历史上看 一直以来都是属于中国的 现在岛上常年驻有火官兵 修建有营房 为守卫我们国家领土的英雄 表示骄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